杨明时也不言声 至案前将自己的文房四宝收拾了 叫个从人便道 你去给我备叫 正在写奏折的张庭路 抬头看了看 冷笑道 这是什么地方 你想来就来 想去就去吗 贴了卷的橘子能走 我自然也能 杨明时生怕走了 伯伦楼的证据 心机如焚 一句话也不想多说 一边硬顶张庭路一句 又立声吩咐从人 你愣着吧 快去备叫 说着拔腿便走 埋 张庭路深知他心意 不由也急了 忙叫一声 见杨明时站住 又放缓了声音 他是竹出考场的 我是自竹 这地方脏 我一刻也不想呆 你是官身 有差事的人 哼 我不要这官身 我辞掉这差事 杨明时头也不回 纵声大笑 将头上蓝宝石顶子摘下来 光的一下往地下一贯 眨眼功夫便消失在暗夜之中 张庭路眼睁睁 看着他大摇大摆出去 竟自束手无策 回暗前 接着写那份奏章时 但觉纹丝简丝 手颤心摇 一个不当心 铜钱大一滴墨水 滴在了奏章上 越发觉得不吉利 直锁坐在椅上 扶着剃得发青的钱额 打着主意 杨明时 盛气拂袖出了贡院 天已起庚 站在黑须须的京城外边 他倒犯了愁愁 此刻宫门早已下药 地牌子请见雍正 是不用想的了 六步早已散了牙 去顺天府 手里既无不闻 也无官房 顺天府依旧 要请示上书房 谁知道张庭裕 会怎样处置这件事呢 想来想去 事情闹到这一步 想清白 只有去西华门 积登文谷 撞景阳中 逼请雍正 银业召见 但这一来 自己已经先有罪了 即使所告是时 也要留习三千里 军前效力 十年寒窗 七场文战 争来着辉煌三英 少年得志 还有日后建功设计 名垂青史这些响头 一概覆之东流啊 想着 饶是杨明石一片刚长 也觉灰心 杨明石在教中 正自神思颠倒 莫知奈何 胡见前面 齐盘街一管前 一溜六盏 考老大的珠红西瓜灯 掉在眼前 上头一色写着 亲奉两江不正史 礼八个大字 门前六个歌是哈 据是标情大汉 腰牌配剑 威风凛凛的 兽子门狗 李渭 进京来了 杨明石突然一阵兴奋 此时遇到此人 真是天意啊 李渭 自幼界 据说前明洪武年间 祖上以军功起家 当过锦衣卫 其实这是天知道的履历 人人皆知 他是讨饭出身 因生性脱皮激烈 被出省半差的雍金王 收养在四贝勒府 最是当今皇帝 得用的一个人 魂名 鬼不禅 天不怕地不怕 醉洗脚事 刚直不恶 西年李渭 任云南一言道 曾和杨明石 有数日之交 谈得极是投机 如今有事 找上这位 好事喜功的少年心静 他断无不管之理 杨明石用脚 登了登轿 那轿当即落了起来 哈着腰出来 看了看门上 钉子似的 势力的歌诗哈 便走上前去 掏出名刺地了 歌诗哈看了名刺 倒也不敢轻蔓 忙打了个签 却笑道 我们大人这会子 正忙着批公文呢 今晚写奏折 明儿一早 地牌子请见 吩咐了 所有来拜大人 请回步 大人见过皇上 登门谢罪 我和他一样品级 说不上来拜 我有要紧事 一定要见他 哎呀 大人写折子 最烦人脚 通天下都知道 他老人家脾气的 杨大人 务必见谅 李卫会写折子 斗无大的字 他识得一生吗 杨明石大怒 后退一步 高声叫道 行李大 杨明石来了 你见是不见呢 话音刚落 便见李卫 赤脚急邪 快步 出了驿馆正厅 抢步出来 笑嘻嘻的道 别搭理这些狗 他们使得什么呀 我上回折子 错白字 三百七十一 占了一半太多 皇上夸我 用心办事 又骂我 文理狗屁不通 所以啊 这一回隔拜费心 哎 你来得正好 去啊 把皇上赏我的那坛子酒 弄过来 你妈的 连我的杨老师 也不认得吗 一头说 托起杨明石 就往里走 杨明石 挣脱了他的手 就在院里站着 把贡院里发生的事 粗略说了 接着又说 哎呀 这事儿 见不得上书房 抱不得顺天府 皇上那儿 又通不过信 我急成这样 哪有功夫 陪你吃酒写文章啊 说着 便将买来的口题 递了过去 有这样的事儿 李卫接过纸条 颠倒看了看 有一半不认的 便递给杨明石 杨明石原以为 他必定要沉淫一会儿 再商量 无料这鬼不缠 把纸条塞给杨明石 嘻嘻笑着 对身边一个师爷道 你 你带人去 把贡院街给我疯了 一个耗子 也不许走出去 是 不过 顺天府的人要问 怎么对答呢 带我的名次给他 明儿 我去见这些狗日的 李卫笑容可拘 没事儿 人似的 吩咐了一声 拍着木凳口呆的杨明石 尖头 怎么样 够义气 够味儿吧 先说好 查出大案 功劳分我一半 走 吃酒去 谈笑挥洒尽 李卫的一百多名亲兵 已经急骑上马 也不再来请示 一阵急躁的马蹄声 已经无影无踪了 杨明石看了看 驿馆正厅外 挂着的几十件 各色杂衣 直到是李卫 随时化妆破案之用 不禁伸出拇指赞道 君 朕命是豪杰 书生 自愧不如 雍正即位 不到五个月 由筑前案起头 接踵而来的 便是山西亏空案 两波未平 磕场舞弊案 有大波涌起 朝野震惊 天下瞩目 李卫封锁 共怨的第二日 山西巡抚 诺敏 被铁锁锅铛 压进了刑部大狱 朝旨即下 所拿张廷路为首的 顺天府恩科 十八方考官 这御神庙待勘 连原告杨明石 也拙令 停差等候对峙 人们正看得 武迷神乱 圣旨又下 由大理寺政卿 刑部满汉尚书 督察院御史 组成班底 三法司主官 何以会审山西 磕场两脉 从众 掩誉 接着 笔报击出 亭济赵玉 命直立学史 李福为主考 改换考题 重新考试 应试 笑脸 便有消息 上书房 领事位 内大臣 军机大臣 张廷玉 因患瘧疾 行止 调养 以奉旨 恩准 在府 辽志 云云 人人皆知 他是因 张廷路一案 隐嫌 回避了 眼纸叠下 京师官场 真是人心 惶惶 一日三经 李福 接到圣旨 去吏部 交卸了差事 一刻也不停 打叫 赶往朝阳门外 连亲王府 听去 他自康熙五十六年 入京待选 在京师五年有余 一直住在西城 闭门读出 极少进城的 更不用说 东城门外了 自大将军王 允提 奉旨带兵出征 汤熙的二十几个儿子 窝里炮闹家务 争夺地位 越演越烈 烧之养晦之道的 谁敢沾惹这种 破家灭门的是非 何况李福 以读书养气自尽 连鱼持重 锦修牙 更是不肯与这干子 斗红了眼的 王爷贝勒结交了 然而连亲王允四 毕竟是雍正皇帝的亲弟弟 如今又是上书坊首席 王大臣 监管李 立 胡 公 四部 现机 点了顺天府主考学差了 是礼部 头号要差啊 不来见见 连亲王请郡 无论如何 是说不过去 礼服 坐着促心的八人台 绿泥大关交 前呼后拥出了老齐化门 隔膊里远远看见王府 威格矗力的电雨 汉白玉八层石阶上的盗煞 三营珠宏大门 便用脚轻轻 灯叫命停 哈腰出来 谈谈跑脚 正要上前通报 远远便见一个太监过来问他 哪个衙门的 公布的 我是 手本的 哦 李福自私的一笑 看看这位一脸公事公办神器的年轻太监 我的话没说完 我是公布侍郎 五十六年停职待选 才起复出来 点了顺天府学差 要见八爷请训 这个年轻太监 大约静身不久 刚分到连亲王府 人事不熟 听说是精管 知道没多大油水可榨 板着脸经完 点点头 您家改日再来吧 我们王爷今儿约了九爷 十三爷 十四爷 这会子 正一年大将军的盈务呢 吩咐下来 文武百官一概不见 李福忍着气听完 咳咳一笑 你大约没弄明白 我是新典的学政 按理说太监 就是木头做的 也该颠出学政两个字的分量了 无奈他不懂 见礼服拿不出包银 一发的不耐烦 学政冒政都一样 反正不是雍政 请回家 明儿再来吧 太监 太监话未说完 左侠掌 早招了李福一记耳光 李福顿时大怒 你既不识国体 也不懂狂献 就敢如此狂妄 万岁爷的帝后 都敢如此亵渎 你滚进去 禀告连亲王 说钦差大臣 顺天府主考李福来过了 叫你赶走了 我明日要进吉城 顾不得再来领训了 说吧 疼了一声 回头命道 转教回城 那太监冷不防 挨了一记耳光 愣正在当地 他一时还弄不明白 这个一脸千功笑容的 如贯穷金官 怎么刹那间就变得 如此巨傲强横呢 李福冷冰冰回头忘了一眼 正有上教 早见姨门那边 喘吁吁跑过来一个中年太监 一头跑 一头喊 是李大人吗 请留步 赶着几步进前 一个签打下去 陪笑他 哎呀 奴才何住 给钦差大人磕头了 起身又是义工 回头骂那年轻太监 你纯是吃屎吃昏了头了 回头我再和你这王八蛋算账 还不赶紧照应李大人这些随从刚机 过从尔房 酒早预备好了 那太监 这才晓得 今儿扎错了苗头 忙着自掌俩嘴巴 答应着何住儿的话 还要过来谢罪 礼服早已移步了 缓缓夺着问 王爷 晓得我要来吗 何住侧着身子 又向带路 又向陪侍 未及回话 却见允祥允提兄弟二人 从二门穿堂连妹而出 两个人忙都止步 侧身而立 允祥远远便拍手笑道 好啊 新任大主考来了 今儿早我去见皇上 马其说 历来顺天府市 都是两个主考 现职为礼服一人 恐怕不合体力 皇上说了 要贪末 十个主考也照样 朕这次就专用礼服一个 此人未及地时 朕就知道 是个正派读书人 文章人品都是好的 哈哈 你听听皇上这话 好称作 生发在此一举呀 礼服听得心里一热 忙把持住了 肃然一移 又撩袍跪了 向两个王爷磕头 起身装容地说道 礼服何敢辜负圣上 尊尊厚望啊 尽为客己修身 持重谨慎 为国选拔真才 他这么一正经 倒弄得允祥独自的 愣了一下才笑道 好好好啊 我等着看你选出来的状元啊 允提性情本与允祥极相似的 只是这老黄艳架 新黄登吉 一场疾风暴雨 允祥变得炼达机敏 允提却变得 沉欲淡漠了一些 本来雍正还有一句话 礼服若有胆子 再敢以身试法 也难逃 朕之诸禄 听允祥引去了这一句 允提只甜然一笑 你去吧 我和十三爷要去兵部 说吧 二人自去了 礼服这才随何柱儿 学过月洞门进西花厅 这里原是八王允祠 平宿宴席之地 装修十分精致 二人徐步而入 但见绣阁参丝 文窗窈窕 寻狼曲折 一路猪破相连 巷钩 鞋卷 直达书房 来往插红带绿的丫头 足有四五十人 绰约 俱是 妙龄角色 见他二人过来 各自垂手 策利让路 何柱儿这才有功夫 回礼服的话 低声地说 李老爷 昨儿下晚 礼部票逆就来了 王爷原说 要亲自过去看望来着 偏十四爷和十三爷过来 一西边 瞅想的事 又加着 礼卫大人也奉了旨 主持两个大案子会审 也来请训 八爷因惦记着您 特意叫我 出来关照一下 不想就碰上 那个杀财 正跟大人过不去呢 请这边 这就到了 圣人说过 为女子小人难养 您大人大量 别跟这种人生气 请 八爷在这屋呢 礼服抬头瞧时 已到了超手游郎尽头 外乡诸妻住间 都用紫檀木 雕花阁了 廊下挂了五六只鸟笼子 迎面门额尘 摆底素娟 表着义智轩三个字 却是年庚瑶父亲 年侠领首书转字 虽不十分尚好 腾舌勾曲 也是有一番情志 相逐连后 隐隐可见一架水晶瓶 满书房四周 卧地到顶 都用大玻璃嵌了 隔玻璃望去 方知这屋子 是压水泄亭改建 从窗内挑干 即可垂掉 礼服不禁 暗自揭押 穷错大十年寒窗 三场文战 欺骗文章 届时轻子 什么唐呼皆诺 起居八座 到这般穷语富贵 龙肿之家 顿叫人一消性命 方晨隐见 便听里头 八个陨寺的生气 是聚来先生吗 不要报名 请进来说话 陈礼服 礼服隔连 躬身忙硬了一声 驱步进来行礼 果见九二个允堂 也坐在允寺身边的 雕花搭幅太师椅上 下头屋子上 端坐一人 礼服却认识是礼位 只屋脚靠书架 一侧春凳上 四脚拉叉 斜歪着一人 穿着雨过天青 石地袈裟袍 套着件古铜 巴吐鲁背信 双手抱了一本 郎还所记 看得入神 一副庞落无人的架势 却不认识 陨四见礼服迟疑 韩笑说道 这是实验 你不用多礼 你且坐 和右借说完 艳遇之事 接着就谈你的差事 迟了 你就在这里留饭就是 因转脸对礼味道 方才已经讲了 本来不打算留你在京的 但诺敏一案 迁到山西通省官吏 科场一案 明面上是十九元官 但里头击毙几朵 连张恒辰都隐闲回避了 算起来 开国七十九年 还没有这么大的案子 怕马其一人忙不过来 一个土李琛 一个你 帮办完了 仍旧各归各拆 你不要推脱 谁不知你李佑界 除奸安随 发幽斋隐 是第一宴案能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